今天我们讲到疼痛的问题 很多人头痛或是哪里痛 就马上塞一颗止痛药 然后止痛药上面说绝对不伤胃OK 但问题是是不是伤肝是不是伤肾 而且甚至有人说这样的药性 会残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长达五年的时间 到底真的假的 这些药到底可不可以吃 吃多了会不会成瘾 其实我们止痛药有分很多种 那我们就要看你是适合哪一种的一个止痛药 有些药物它的确是从肾脏代谢 所以它会有可能会伤肾的 或甚至功能不好的人不可以吃太多 但有些药它就标榜我就是不伤肾 那就是因为它是从肝 因为它从肝脏代谢的 所以它就是伤肝 那肝脏这一部分不好的人 就不能适合吃这种的药物 那还有另外一种的就是说 我这些药都不能吃 因为我可能会过敏 或者对我身体 因为身体有器官上面的不适 不能吃的话 我就会吃类似一种叫做肋骨醇 它也可以做消炎 所以我们是少量的使用 它有抗发炎的作用 但是大量长期使用 它会抑制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在 所以就变成是说你是属于哪一种的 比如说你刚刚我们所说的 退化性关节炎 大多数是指痛的药 我们会去把它做使用 可是如果是内风式性关节炎的话 你是免疫导致的话 可能指痛药只有部分的暂时的减缓 你要把免疫给控制下来 可能要大量的类固醇 才有办法减少这部分的发炎的作用 其实像有些人头痛 他可能吃那个普叉疼 那结果呢 吃了一颗觉得好像还是没有效 就再来一颗 两颗 过一会儿好像又开始有点痛 又再来一颗 一天到底可以吃几颗啊 它其实是一个蛮安全的一颗药物 其实一天要中毒的话 它的剂量要吃到很多颗 但是我们不建议 因为有些在台湾来讲的话 干病的人比较多一点 那有些人吃这个还会再配酒精 所以这个就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那吃完了这个头痛药以后 然后再配酒精 对啊 有些人 有些人会喝一些酒 去减缓他身体的疼痛 或者要帮他睡眠这一部分 所以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这些药物都绝对不可以 跟人的酒精在一起 那它还有一种就是加强钉出现 那个加强钉的话 就会出了咖啡因 那如果咖啡因的话 就会伤胃 胃又会不舒服 所以呢 我们在吃这些止痛药的时候 真的要特别注意 当然最好是从我们 日常的饮食当中开始 我们接着就来看看 要多吃什么样的食物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赶快来看看 我们平常要多吃一些什么东西 可以强劲我们的筋骨 今天呢 陈医师带来一道精力汤 的确啊 我们要帮我们的关节 顾好的话 我们一定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我们的一个身体 所以今天我准备了一些新鲜的食材 我们有巴勒 有苹果 然后我们有核桃 然后我们有黑木耳 黑芝麻 还有一些蜂蜜 好 那我现在在做的时候 边讲边讲 那个我们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所有的水果我都会建议 一定要含皮 皮 不要把它削掉 但是要洗干净 洗干净 因为我们建议要生吃 那个纸也把它放下去 会有人会便秘啊 不会 凤梨又会含皮 凤梨又要含皮 凤梨又要含皮 你看 麻烦就含皮 没有 但是它可以拿来做什么 把你的肉给 弄得比较软一点 对 可以拿来另外一个使用 有些不同的功效出现 好 那我们就把这些 比较硬的食材 先把它切小一点 然后把它放到里面去 好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的水果 含有丰富的植化素 那这些植化素 就有办法让我们的一些 身体有抗氧化的一个作用 对我们身体的一个 便利的调节 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忙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巴热 给稍微放进去 好 那核桃这一部分的话 就看你个人的需求 我比较喜欢核桃多一点 味道会重一点 那核桃有很丰富的ALA 然后ALA是什么 它是一种DHA EPA的全身的一个脂肪 就是吃的会变聪明 变聪明以外呢 它有抗发炎的作用 DHA跟EPA是有明显的一个 油脂上面的抗发炎 但是它有浮抗的作用啊 可是它是优质的脂肪 它是优质的脂肪 而且我们放的量不是很多 它是不要去炸过的那种核桃 对 我们这个核桃里面没有 或是有加糖 对 没有加糖 我们这个是原生的 就是直接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加一些黑木耳 黑木耳这一部分来讲 它有很丰富的多糖体 它是我们所谓的天然的那个微穀粒 它天然的微穀粒 微穀粒的一个作用出现 那我们当然都知道 黑芝麻丰富的钙 非常非常的多 就要补一些钙 那我喜欢味道好一点的 会香一点的话 你可以再去先烤过一下 再放进去 那怕这个东西不够甜 虽然我们有巴勒跟苹果 它有够甜的 我们就加一点点蜂蜜 那我相信在中医里面 蜂蜜这部分 有抗发炎的一些作用出现 蜂蜜同时 它可以润肠通便的一个功效 对 那相当不错 来来 要不要打之前 要加点水 那这个蜂蜜好像很 我比较好奇是黑木耳 它不用先煮过吗 黑木耳的话我们泡过 还是要热水烫一下 我们已经烫过了 我们刚刚已经烫过了 所以要记得热水要烫一下 对 我们刚刚已经都烫过了 怕是太硬是不是 对 怕是吃到生的 怕是吃到生的 而且生的跟熟的 我也分辨不出来 我们先把它给盖住 好 好 盖紧盖紧 好 开始打了 好 差不多几分钟就好了 看起来好像芝麻糊 对 它有点糊 因为我加芝麻 当然嘛 我水加少一点 是因为我喜欢那个口感 要稍微浓稠一点 真的 这样很浓稠 如果你不喜欢那么浓稠的话 当然水分可以多加了一点 那也不错 或者是你可以把那个木耳量 稍微减少一点 就不会那么的浓稠 喝到不可以说 喜欢 喜欢 不过很多人说 这个绿色补干 红色补心 我是觉得其实无妨 彩虹就好 你喜欢吃 颜色越多越好 不一定说一定要 补这个补那个 所以这个感觉上很浓稠 小朋友也会很喜欢 又甜甜的 对 很像奶昔 对对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陈医师 跟我们讲一下 除了这个营养的果汁之外 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要多吃哪些食物 可以强健我们的筋骨 其实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这边有一些山药 山药它有一些多汤体在上面 它又可以补充我们的那个 荷蒙这一部分 尤其是女性荷蒙这一部分 所以呢 山药这一部分可以多吃 一定要生吃 生吃 所以效果比较好 对 生吃 小鱼干的话 如果 你要补一些钙的话 这部分是可以的 那刚才讲到木耳 木耳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它就是天然的维鼓粒 天然的维鼓粒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当然水果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多摄取 多一点的话是最好 那绿色的 所有的绿色的那个蔬果 或者是绿色叶子的蔬菜 其实都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好 它的始化素的一个 是 那像这个花椰菜的话 那个有些人是说 如果多吃花椰菜 可以抑制退化性关节炎 真的有这么 这个这么好的效用吗 其实所有的十字花科类来讲的话 它都有一些抑制发炎的一些作用在 所以高丽菜也可以 对 十字花科类里面 它都有这部分的一个作用在 好 那再来讲到就是说 说不适合多吃 基本上我认为是这样子 一件事情 健康养生要持久的话 一定要符合人性 不要人家牺牲 这个可以吃 那个不可以吃 那个违反人性 那我是建议 把健康的食物多吃 等你健康调好了以后 偶尔吃一些喜欢吃的 符合人性也OK 但是你记得多籽类有沒有 多油炸 多煎脂 比较不健康的食物 太精致的食物 其实是可以避免 少吃一点 不是说不吃 煤肉油条啦 饼干 巧克力啦 这些东西的话 就不要吃太多 还有包括我们说的茶跟咖啡 其实适量就好了 因为它其实是相对是 沥尿 沥水的 一天一两杯应该还好吧 一到两杯是OK 但超过就不行了 而且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说 关节退化 它其实里面的组织液 要留住很重要 那这时候如果你一直吃 这种沥水的东西 其实是不利于组织液的 是不好的 是喔 好 那另外就是说 在最后我们也跟观众朋友 讲一下 譬如说刚刚讲到木耳啦 那像曼坡鱼啦 或是海参之类 是不是也要多吃 那种是比较说 我们说动物性的胶原蛋白 它是真的可以帮我们 补充到胶原蛋白的部分 像我们说猪皮啦 你说的曼坡鱼啦 海参啊 这种 一样是狗狗的东西 那刚刚我们有跟陈医师 讨论到 这种是植物性 它是补充我们的多糖体 对 我说的 它是天然很天然的 顾关节的东西 对 好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 也提问给大家 这些食物哪些要少吃哪些要多吃 大家平常呢 就从每天开始做起 好 观众朋友 很可能是您少动一动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治疗 是要教大家 我们要平常怎么样动一动 而且是 比较不会那么硬的运动 对 我们在运动 因为这一集 是谈关节的一个运动 我们关节运动 需要有点再重 有点再重 因为那个关节 这样有一个再重 都要沉重 它的渗透压 营养成分才会到关节里面去 所以我们要有点再重 但是同时呢 避免太大的一个扭动 对 又不能太多 因为它的负担不要太大 所以我们这个运动呢 很温和 所以1234也很好记 第一个呢 我们做一个一柱晴天 一柱晴天就是双手合掌以后 你坐着也可以 半蹲也可以 然后一柱晴天 双手合掌以后 慢慢慢慢慢慢上来 往上拉拉拉拉拉拉 拉得越高越好 能够内咖胃有没有 这样整个往上延伸 这就是一个往上延伸 就是一柱晴天 这是一个关节的一个灵活度 慢慢慢慢上来 往上延伸 越延伸越高越好 越滚越厚 尽量往上 因为你关节有拉开的感觉 对你的脊椎骨 肩关节 整个全身的关节 有拉开的感觉 好 这就是一柱晴天 很方便你坐着蹲着也可以 你可以的话你蹲得更低 有没有 不行的话你不用蹲那么低 看你能够蹲多少算多少 慢慢慢慢往上拉 所以有的老人家 可能没办法垫脚尖就不要垫 你就这样子就好了 你就尽量往上延伸就可以了 好 也是一柱晴天 另外呢 是一个两极震荡 脚要打开 打多开看个人 能够打开就打开一点 微蹲 蹲的时候微微蹲着 手往上 我们刚刚是一个掌心向内 这是掌心向上 然后两极震荡就是有点 上下有没有 有点上下起伏 这样的话一方面是一个关节有没有 溫和的一个栽重运动 然后做这个扩胸运动 这两极震荡 上下 陈医师好像蹲得好像你抖得不够快 你有脸在蹲 没有这个也不用太快 你可以慢慢也可以 有没有 也可以慢慢的 你就很如意超 你就自己这样子 试状况来决定 快一点慢一点可以自己斟酌 第三个是三粒摇摆 三粒摇摆 三粒摇摆 三粒这是三足鼎立的粒 不是三粒 不是我们三粒 可以的话 你看伏的地上有没有 三足鼎立 高难度 等它做一个左右摇摆 高难度 这会不会太难 你如果太难的话 你摸椅子也可以 就伏着椅子有没有 有点难 这也可以 这目的也是有没有 屁股这样左右扭一扭 也是一样你可以慢慢来 不要太急 你慢慢的 李医师你OK 你挑战成功OK 慢慢的 那边也是一样 扶着左右 扶高一点也可以 摇摆 这个目的也是有没有 有扭你的腰 髋关节 对 再来一个是四方旋转 掌心朝外 慢慢转 转多少算多少 这个腰就很舒服 这整个的脊椎骨有没有 有一个扭转 手臂往外延伸 这样转 但是要站稳 站稳以后你 也许刚开始60度也没关系 90度 然后到100多 慢慢慢慢做 哇 还可以到100多度 哇 还可以到360度 360度 我不相信 哇 真的360度 我还可以下 哇 世界奇观了 重重的 你慢慢这样转 四方旋转 整个脚都打麻花了 一二三次 哇 好好好 谢谢我们的治疗师 都热起来了 真的都热起来了